上个月做Enpussy餐厅影片的时候 我看着影片里的餐点越看越馋 于是约了朋友在影片上线的当天再去吃一次 这次我会和上次点一样的餐点吗 还记得那个完美的苏芙蕾 和肥美甘甜的皇家海鸥虾 中午Enpussy餐厅的气氛 和晚上完全不同 有时从窗外洒落的阳光 一入座先送上了温热的开胃小点Gougère 餐厅的适者看到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的问候 并告知今天早上收到了什么特殊食材 我和朋友都爱尝鲜 二话不说就听从建议点餐 再点杯白酒 等着品尝今天最好的浴货 可能是因为看到我们喜欢当季的食材 我们今天的开胃小点和其他做的客人不太一样 上来的是一盘香气十足的白酒炖朝鲜剂 Bahigul 问题来了 什么是Bahigul 法文Bahigul这个字 是专指南法普罗旺斯的一道朝鲜剂农家食谱 最初的做法是将初春的朝鲜剂挖空之后 香入松乳菇 春葱 还有肥肉丁炖煮 现存这道菜最早的食谱 是1822年时 厨师Entrevière在他和另外两位作者和谐的书中提及 这道菜调理的方式繁复又耗食 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 现在的食谱也跟着进化 不过这道菜再怎么进化 还是要使用普罗旺斯春天特产的紫色朝鲜剂 精心的去除叶子和根莖的外皮 和春天新鲜的食蔬一起炖煮 就成了我们今天这道香气浓郁的初春开胃菜 接着上来的前菜 试试者说今天没有青蛙腿 而用蝸牛代替的一道招牌菜 熊葱会蝸牛煮恶魔酱汁 我一直想试试这道菜 但却又不太喜欢吃青蛙腿 太好了 蝸牛我可以 诶 什么是恶魔酱汁 恶魔酱汁Sauce à la Diemle 是法国传统的酱汁之一 它是一种以高汤番茄和香料 做成的西班牙酱汁为基底 然后再加上醋和青葱红葱头等 做成的酱汁 据说用恶魔来称呼它有两种原因 一个是有的食谱会加上辣椒 让这个酱汁辛辣的像恶魔一样 那另一个理由是说 当我们在做这个酱汁的时候 毫无目的或头绪 就像是恶魔在引导我们 那什么又是熊葱 熊葱会被称为熊的葱 是因为这是熊在冬眠睡醒后 在春天吃的食物 它是一种欧洲常见的野生植物 是告诉我们春天到来的信使 吃起来有淡淡的韭菜味道 有些在欧洲的中国人 会拿熊葱来做韭菜盒子 又称熊葱为欧洲韭菜 今天我们的主菜 是听到试者说 今天早上收到一条 8公斤的多宝鱼Turbo 但是呢 要两人一起点才行 哇 8公斤的多宝鱼 我和朋友二话不说 马上点了这道菜 试者在桌边服务 利落地将这块尖的外酥里嫩的多宝鱼 分成两半 当他把鱼皮去掉时 我们问鱼皮可不可以吃 试者专业的回复我们 深色的鱼皮是鱼背 是多宝鱼在保护自己 免受外部攻击的一侧 所以深色的鱼皮 又厚又硬不好吃 不过白色的鱼皮 是鱼肚的部分可以食用 我朋友喜欢充满胶原蛋白的鱼皮 试者就把白色的鱼皮 放到他的盘子上 肥美的多宝鱼切好后 试者淋上 沙巴用蛋黄酱汁 又撒上了 库诺布拉斯酱汁里 会出现的去皮柠檬 刺山干 和烤的酥脆的面包丁 沙巴用和库诺布拉斯酱汁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里 都有遇到过 也有好好的了解 他们的由来 这两种酱汁 都很适合鱼类的烹调 但我很怕 库诺布拉斯酱汁 那种油油的融化奶油 吃到最后会很腻 不过这里主厨 Berna Bako 他去无存经的 使用了 库诺布拉斯酱汁里 清爽的提味部分 再搭配温和的 沙巴用蛋黄酱汁 还增添了入口 酥脆的面包丁口感 真是恰到好处 而搭配多宝鱼的是绿卤笋 这道菜再次提醒 我们春天来了 而昂巴西的绿卤笋 是我们一般人 在市面上买不到的品质 再次让我们两位 巴黎地方妇女 惊叹连连 影片看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餐盘里那块深色的什么东西 这两块是多宝鱼的三角部位 带有一点刺 颜色也比较深 是整只鱼里 最有味道 也最好吃的部位 就像鸡身好 Soli Laisse一样 是笨蛋才不吃的美味 说了这么多 什么是多宝鱼 Turbo Turbo中国人翻译成多宝鱼 但它其实是 北大西洋的 欧洲比目鱼大鳞瓶 Turbo的特色是扁平 而没有鱼鳞 它肉质细致而紧实 有海洋王子的称号 是许多米其林大厨们最爱 我自己也很喜欢Turbo 买回家后会整只鱼 放入烤箱 加上一点海盐 和柠檬就很美味了 但这么肥美的 八公斤Turbo 再次是我们这些地方妇女 在市场上买不到的食材 好吃到让我再次喊出 以后吃不到怎么办 和爱吃的朋友 一起吃饭就是开心 因为我们两人 除了Turbo之外 又核点了一只烤布列斯血割 佐鲜甜的洋葱酱汁 和姜汁碗豆 脆皮血割入口肉质极为细致 带有点肥干的野味 而这一小碗看起来像 三色豆的佐菜 我带着台湾小学生 不好的回忆吃它 不过初春是欧洲碗豆的季节 新鲜的碗豆皮薄 而清脆多汁 搭配着微心的姜汁 我竟然一池接着一池把它吃光了 你问我为什么 嗯 说真的 因为它有点妈妈的感觉 诶 我忙着吃 忘了说什么是血割 血割是法国传统料理鸽子的一种方式 就是在宰杀时不放血 让鸽子窒息式死亡 这样割血就会留在体内 所以割肉颜色艳红 肉质叫一般割肉鲜嫩 老样子 今天饭后上了亲口解腻的 椰汁冰淇琳佐热带水果酱 最后我的甜点正式登场啦 原本想再来一场完美的温热舒服咧 没想到我们来这天刚好换了春季菜单 所以我点了这道漂浮在草莓酱汁上的 野草莓达克瓦兹 问题来了 什么是达克瓦兹 达克瓦兹 法文是Dakwas 源自法国东南部兰德斯的Dakstran 是一种用杏仁粉和蛋白制作的甜点 和马卡龙有点相似 是一种口感酥脆的蛋白酥 传统上的Dakwas 是两三片杏仁蛋白酥中间夹着奶油或慕斯 但有人会将Dakwas做成千层蛋糕 而我今天的野草莓Dakwas 切开蛋白酥的里面 有野草莓做的雪酪 真的很有春天的味道 今天和朋友的午餐 又在愉快时光中度过 我们刚好遇到 安波西换春季菜单的第一天 每道菜都告诉我们春天来了 走出餐厅 我决定以后要尝尝来安波西用餐 因为我已经错过了许多的名厨 在主厨Biana Barco退休之前 我一定要好好把握 最后谢谢你的收看 下一集的影片 我们又遇到另一间餐厅 换春季菜单的第一天 小小剧透一下 时间才开一年 就摘米其林一颗星的年轻主厨 猜得到是哪一间餐厅吗 对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别忘了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回见